同学们大家好 经过前几章课程的讲解呢 我已经把React的基础知识点 基本上给大家做了完整的阐述 那么大家呢 应该可以用React写出比较简单的一些项目了 但是大家只能写出很简单的一些项目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React实际上本身是一个非常轻量级的视图层框架 我们可以打开React的官网 大家来看 React官网上一个大大的标题写着 A JavaScript Library for Building User Interfaces 一个JavaScript的库 干什么用的呢 创建UI接口的 也就是它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视图层的框架 那么为什么说它只是一个视图层框架呢 其实之前我也给大家讲过这个问题 我们呢 打开PPT 来举这样一个例子 以前我们用React写项目的时候 组件构成了一个大的应用 那假设我这个绿色的组件 要和最顶层的组件通信 得怎么通信呢 首先你的子组件和副组件通信需要通过调用副组件函数的形式来通信 所以这个子组件得调用我现在鼠标位置的这个组件的方法 然后把数据传给我现在鼠标 然后把数据传给我现在鼠标锁在这个位置的组件 接着这个组件再把信息转发给它的负极组件 然后它的负极组件呢 再把信息转发给最顶层的组件 好了 如果我的一个应用之中组件非常的多 组件之间经常要共享一些数据 进行数据传值的话 那么如果你用React这种形式编析你的应用 你会发现呀 这个应用会变得非常的恶心 很多代码呢根本就不可维护了 为什么呢 因为组件传值实在是太麻烦了 所以说React只是一个轻量级的视图层框架 如果你想用它去写一个大的应用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想做一个大型的应用 我们就需要在React的基础上 去配套一个数据层的框架 和它结合着使用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hold得住大型的项目 那么目前在全球范围内 我们说比较好的这个React搭配的这样的数据层框架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Redux 我们先说Redux它是什么一个东西 大家明白了之后就会发现 其实它非常的简单 我们看这张图啊 左侧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当我们没有数据层框架 只有React的时候 我们做组件之间的传值会非常的麻烦 那假设我们引入了Redux 那组件的传值为什么就简单了呢 来大家来看这张图 右侧的这块 假设我的这个绿色的组件 要给很多个灰色的组件传值 怎么去传呢 如果用Redux 很简单 Redux里面 要求我们把数据都放在一个公共的存储区 叫做Store这个位置 那组件之中呢 尽量少放数据 也就是我们所有组件的数据都不放在组件自身了 我们都把它放到哪里去呢 放到一个公用的存储空间里面 叫做Store这里 当我的绿色组件 想要去改变数据 传递给其他组件的时候怎么办 我那绿色的组件 只需要去改变Store里面 我的这个对应的数据就行了 接着 灰色区的这些组件 会自动的感知到Store有变化了 Store只要一有变化 灰色的组件 就自动的会去Store里面重新取数据 那么绿色组件 刚才更新了Store里面的数据 你现在灰色组件再去取的时候 就可以取到新的数据了 这样的话 绿色组件里的数据 就非常轻松的传给到其他灰色的组件之中了 好 大家再去琢磨一下 实际上呢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Redux就是把我们组件之中的数据 放到一个公用的存储区去存储 然后呢 组件改变数据 其实就不需要传递了 我改变Store这里的数据之后 其他的组件会感知到我Store里的数据发生改变 他再去取 就可以取到你的数据 这样的话 不管组件的层次结构有多深 他们走的流程都是一样的 组件改变 我把数据修改 其他的组件再来取 所以呢 他会把这个数据的传递 简化很多 这就是Redux的一个基础的设计理念 好了 接着我们说 Redux实际上它等于Reducer加Flux 我们又说这又是一个什么东东 好 React呢 在2013年开源的时候 Facebook的团队除了放出了React这个框架之外 他还放出了一个框架 叫做Flux Flux这个框架呢 实际上就是官方推出的 最原始的一个辅助React使用的这样的数据层框架 当然呢 在它推出之后呢 业界的人去使用的时候发现 Flux呢 实际上有一些缺点 比如说呢 它的公共数据存储区域 Store这个部分呢 可以由很多个Store所组成 这样的话 数据存储的时候 就可能存在一个数据依赖的问题 总之呢 它不是特别的好用 于是有人呢 就把Flux做了一个升级 升级成了目前我们使用的Redux 在Redux里面 除了借鉴了Flux 以前很多的设计理念之外呢 它又引入了一个Reducer的概念 这个概念在后面的课程中 我会给大家详细讲解 因为Flux这个框架实际上 目前确实已经有些过时了 所以在这套课程之中呢 我就不给大家详细的讲解 Flux的各种各样的细节点了 如果有时间 我会出一门免费的Flux课程 大家呢 可以到时候过去看一下就可以 好 这节课呢 我们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Flux Redux 和我们React之间的一个关系 同时它的重点内容是什么 重点内容是这张图 大家要搞清楚 Redux的一个设计理念是什么样的 它把所有的数据放在Store里进行管理 一个组件改变了Store数据里的内容 其他的组件就感知到Store的变化 再来取数据 从而间接地实现了一个 组件之间数据传递的功能 好了 这节课就这么多 大家加油 点评论